Hello,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又想找独栋别墅的,又想要老马给拍拍找找大院子 今天他来了 看看,470多平的一个大院子 而且是一个独栋别墅 这个位置呢,我也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房子是在这个荣城城山天鹅湖景区这 这个从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这套房子位置直下距离到海边大约是300米到500米 也可以说是一个海景独栋别墅吧 最主要的哈,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它的大院子 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 我给大家拍一拍这套房子 这就是小区 这就是转过身,这边就是一个大院 刚才那车是粉丝的车 找我过来给他拍一拍 它这个是前后待院 前后待院的 包括侧面这个都是粉丝棚栋 栽的一些果树,瓜果呀 各种果树 后边还有很大一块 可以看看这个院子,有多大 房子呢,它是上下呢,接近200平 院子呢,是470平 它总占地是570平 房子的外观,你看还是可以的 还是比较新的哈 可能就是里边可能是稍微旧了一些 这个窗户可能需要坏 这个呢,怎么说呢 就是房子后期这个装修的话 你就是自己看自己啊 想装成什么风格的哈 你看现在这种独栋别墅 现在确实很少啊 我就不挨个房间给大家拍了 这一楼有两个房间 到二楼看看 二楼有个露台 哎呀,我好没走拽了 哎呀,这胖子上楼梯有点喘呢 楼上好几个没时间 三个卫生间 三个卫生间 这个套房挺大的 这个还有个露台 海的方向呢 就是在这个直线 就是直线距离的话 大约也就是300米到500米 前面就是天河沟景区 这是咱们门前的院子 而且它这个房子呢 可可以改造 你看看我给大家指一下哈 看这家面 院墙都已经砌起来了 房子呢,它又加盖了羽达什么的 行,因为这个房子它有发展证 自己可以 这里小区里边大多数呢也都改了 因为我这个粉丝在这好几套房 他这套房子一直也没动 所以呢,一直,你看 这个去年还在这里边种的玉米啊 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像这种独栋别墅 而且带着这么大的一个院子 大家也都知道这种别墅现在也不要盖了 就是现在,而且像这套房子 而且还有发展证 现在确实是很少很少见了 可能呢,这个位置也比较偏一些吧 在荣城城山镇天河湖景区这边 它的优点呢,就是这个大院子 再一个就是说 离海边啊,离景区啊,也比较近 这也是它一些一大优点吧 行,这期视频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有喜欢老马视频呢 可以帮老马点点赞 多多关注老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